嗨,大家好,在介绍了很多天上飞的和水里飘的军事装备之后,今天我们来到陆军 陆军的先进装备很多,比如可用于为步兵提供机动力的步兵战车 用于后方火力支援的自行榴弹炮,当然最重要的当初有着陆战之王的坦克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中国最先进的坦克,以及它能在世界排在什么位置 对于很多非军事爱好者而言,刚才提到的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长得跟坦克也差不多嘛 看着也都能打炮,但实际上它们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相比坦克而言,自行火炮顾名思义就是会走的炮,其全部一切就是围绕这个炮来搭建的 所以评价一门自行火炮最根本的就是火力 而坦克强调的则是机动、防护和火力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 既然强调火力,自行火炮的口径就要比坦克来得更粗、更大、更强 150毫米起是必须的 发射时会射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通常采用榴弹炮 至于其他方面嘛,则能省则省,能减则减 其装甲水平也就以防护步枪直瞄射击为标准 机动性能也不高,毕竟不是像坦克一样要冲在第一线的嘛 从使用的目的来看,坦克的第一目标是消灭对方的坦克 而自行火炮则是远程火力支援 而步兵战车呢,它的特点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是用来载人的,又称占地出租车 由步兵提供机动力,它的体型看上去比坦克胖上一圈 但不要小瞧这个胖子,它的机动性能反而更好 跑得也比坦克更快 但它所配备的火炮口径可要小得多了,一般不到100毫米 上面还有步兵用来扫射的机箱,通常与坦克协同作战 装甲虽然优于刚才提到的自行火炮 但与主战坦克比起来,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无法抵御穿甲弹 简单来说,自行火炮和步兵战车就像饺子 皮薄馅又大,坦克则像是一只大闸蟹 皮硬难啃,其肉虽少,但却美味多汁 更主要的是,它可比饺子值钱的多 好,关于这些饺子,我们以后抽时间再来介绍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坦克 中国现役最先进的坦克就是ZTZ-99A主战坦克了 ZTZ乍一看它以为中心的 什么意思呢,Z为装甲,T为坦克,Z为主战 没错,跟DCTS一样,又是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缩写 现代世界坦克共分为三代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出现到二战中期为第一代坦克 二战中期到60年代被称为第二代坦克 从60年代到90年代研制的坦克则被称为第三代坦克 中国的99式就是第三代坦克 其实在1979年对于越自卫反击战时 解放军仍然大量装备第一代59式 而进入80年代后,世界各国主战坦克 大部分都已经进入第三代 虽然中国采取西方技术研制了80和85式 但也只是接近西方各国的第二代坦克的水平 与T80、M1和鲍2等第三代坦克差距明显 所以为了弥补代差 中国的99式坦克1989年正式开始研制 项目工程代号WZ-123 经过十年磨一剑 于1999年11国庆阅兵时正式亮相 而后99式又经过了三期改进 它的第三期大改之后 外形已跟前期99式有了明显变化 被正式命名为ZTZ-99A型 99式虽为三代坦克 但距离西方先进坦克在防护、动力和细细化 等诸多方面尚有明显短板 而99A的出现抹平了这些差距 群众由99式的50吨提升至55吨 不含泡管长度7.3米 高度2.37米 比姚明略高 在约为三人 火力方面并没有采用M1A2和BAL的120毫米滑糖炮 而是采用ZPT-98型50倍径125毫米滑糖炮 可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破甲弹和榴弹等弹药 并可自动填装炮弹 还装备了激光制导系统 125毫米巨大的钥匙容积 提供了更大的炮口动能 杀伤力从而得到了保障 特种合金穿甲弹在2000米距离的穿甲厚度 可达到850-960毫米 防护方面 99A的炮塔和车体正面的装甲 均为约束陶瓷复合装甲 并搭配反应5反应装甲 物理厚度可达1200毫米均质装甲的水平 考虑到99A没有美国M1一样的频用装甲 抗穿系数差不多0.85 而M1频用装甲确实给力 抗穿系数达到0.9 无奈车体装甲厚度薄了点 只有500多毫米 实际抗穿就只有450了 虽然是个硬脑袋 但真打起仗来 车体防护却是个软肋 而鲍尔的主复合装甲实际厚度 比99A更高 但也有点头重脚轻 炮塔抗穿优于99A 车体部分则稍逊 但两者整体水平均高于M1 注意这里说的是抗穿 而不是抗破 防护方面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炮塔后面有一部高能量的激光压制系统 可干扰敌方来袭的反弹高导弹 烧毁对方的瞄准器 或是敌方步兵制盲 简单来说 当对方的阿帕奇用激光制导武器来打你的时候 这东西可以用激光摧毁阿帕奇的光电瞄准仪 使其制盲 即便是无制导或者电视线导等引导武器 你总要用激光来测距吧 它就是来对付这些光电器材的 最后动力 99A换装了大功率12缸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将马力从99式的1200提升至1500 这样就与M1A2和鲍2处于相同的水准 而99A的重量又是三者中最轻 1500马力使得99A的最高速度可标至75公里每小时 最大夜远时速也达到65公里每小时 机动性能为三者中最佳 现代坦克普遍都进入信息化时代 99A自然也不例外 诚然现代战场将不再是单个坦克的PK战 而是后面辅助有大量的信息化系统协同作战 包括天上的北斗和遍布整个战场空间的作战网 但并不存在同时代坦克的信息化优势 可以达到足以扭转硬件烈士的情况 你开个白板坦克上阵 再怎么信息化还是只能做炮灰 好 中国的99A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世界各国的超级坦克 首先美国的M1A2 美国M1坦克是1972年美国和西德合作MBT-70计划拆火之后开始研制的 1980年开始服役 本来M1与苏联的T-72、T-80并无明显代差 直到1985年才开始陆续升级为 换装德制120毫米滑膛炮的M1A1 在1990年海湾战争开打之前 美国还特别拨了紧急预算将参战的M1全部升级 目前M1A1仍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役装备 美国陆军则是使用升级了防护能力的M1A2 M1A2于1992年开始在美军服役 原计划生产3000辆 后来考虑到预算问题 改为将库存的数千辆M1或M1A1升级为M1A2或M1A2S1P的规格 不知道台湾此前购买的M1A2是全新车辆还是二手M1A1的升级品 最新型M1A2S1P重量64.6吨 行驶距离425公里 最大速度每小时68公里 采用AGT-1500燃气轮机可输出1500匹马力 由于不能自动填弹 载人为四人 当然每支M1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平油装甲和平油弹 平油装甲刚才也说了 车底部分由于装甲过薄略显鸡 平油弹确实在世界堪称一绝 穿透力和性能要优于中德的乌合金弹 同样长度和直径的平油弹和乌合金弹对比 平油弹3000米的贯穿性和乌合金弹2000米的贯穿性相同 可见其威力 M1之所以能挤进顶级 就是因为其防护虽然比鲍299A略逊一筹 但其平油弹贯穿性更强 导致其仍有威胁前两者的机会 既然这么好 那么其他国家怎么不用呢 平油弹的主要成分是油238 具有高放射性 人体及自然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 而且这种危害是双向的 简单来说是一种杀敌1000 自损800的缺德武器 这东西是美国人发明的 在1943年 美国在研究原子弹的麦哈顿计划 就给五点大楼出了一份报告 可以使用平油弹 及由238废料制成的弹药 沾染敌防土地 削弱敌防战争潜能 没错 这东西泄露的粉状物 一旦进入人体 会在骨骼、肾脏、肝脏内沉淀 容易引发包括白血病在内的 许多癌症和肝脏神经系统疾病 甚至还能引起孕妇流产 和新生儿畸形 2013年 伊拉克战争10周年之际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 伊拉克部分地区 癌症和新生儿缺陷率 比战前上涨了十几倍至几十倍 认为这是由于美军使用平油弹所制 荷兰和平组织 2012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 投放在伊拉克的平油弹 就超过了400吨 安吉利娜朱利访问伊拉克时 曾说过 虽然这里的人们一无所有 但他们有了自由 这里纠正一下 他们并非一无所有 还有400吨平油弹呢 尽管美国知道这种武器 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力 但美军作战往往都远离自己本土 并不会对自己造成污染 说完了美国的M1接着来到欧洲 首先德国的鲍2 刚才提到美德MBT-70计划掰了之后 德国也开始了自己坦克鲍2的研制 1979年服役至今 重量达到62.3吨 作战范围550公里 最大速度每小时70公里 载人为4人 鲍2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 率先使用了120毫米滑糖炮 运用15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一压传动系统 高效能冷却系统和指挥仪式火控系统等等 当前最新型号为A7 刚才也提到了 德国鲍2和美国M1 中国99A在火力 防护 机动性能上各具优势 呈顶足之势 与德国坦克在二战时的焦人战绩 和德国强大的军工实力 鲍2也被诸多军事媒体 多次排在坦克大战的首位 尽管鲍2和M1 差不多时间研制并服役 火力上虽然通为120毫米滑糖炮 但由于平油弹的存在 M1占优 防护方面 M1尽管采用了平油装甲 但首先头中脚轻的利害 车体防护明显不足 其次 平油这东西的危害性 其实是双向的 其放射性 对坦克内部的士兵也有伤害 瑞典当年主战坦克烧标时 为什么选了鲍2 没选M1 就是因为瑞典测试坦克的手法 堪称世界硬核 直接拿两国的样车 过来实弹打靶 结果一侧发现 M1-2车体的抗穿性能 才450毫米 炮塔虽750 但辐射超标 最后果断选了鲍2 欧洲还有两款 一个是英国的挑战者2 另一个就是法国的洛克莱尔 英国的挑战者2 就不详细说了 最本人吐槽的 当然就是1200马力的发动机了 老牛拉大车 是最大速度 降至每小时60公里以下 机动性能远不如以上提到的三种 尽管为了出口 曾在挑战者2E型 提升到1500马力 但认购者寥寥 过在2005年停止发展 相对于鲍2和99A而言 优势可能就是参加过实战吧 法国的洛克莱尔主战坦克 号称这个世界上 价格最贵 最厉害的第四代坦克 最厉害的第四代坦克 好像只有法国人自己这么觉得 价格最贵倒是真的 单价超过1000万美元 高昂的造价和维护费用 连法国自己装备的都不多 只有阿联酋曾经为保持与法国的关系 买过勒克莱尔 可一下子买多了 比法国自己装备的还多 但一入豪门深似海 维护成本太高 最近要把这20年的老坦克 送给约旦了 但勒克莱尔虽贵 还是有些黑科技的 德国在研制下一代坦克时 就拉上了法国人一起 而不是英国 再来到俄罗斯 俄罗斯坦克的高光时刻 出现在电影007中 那个破墙而出的T-80 坦克在城市中穿梭和战斗 给观众极强的震撼力 但仔细观察却发现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现役T-80坦克 是剧组用T-55伪装的 从一侧五个负重轮就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坦克 当然就是T-14 Amata了 也是全世界第一款 采用无人炮塔的制式坦克 曾经在2015年红场阅兵时 光鲜亮相 俄罗斯已将其称为 世界上第一款独一无二的 第四代主战坦克 但就在阅兵之前的彩排时 T-14就上演了一次当街趴窝 在全球媒体面前出了丑 而从后来曝光的坦克内部照片来看 也丝毫不见第四代坦克该有的科幻感 反而略显简陋 而其1500马力的动力 相比中美德也并无优势 时至今日也才生产了100多辆 远远无法取代现役的T-90和T-72 俄罗斯副总理也曾宣布 由于经济上的考量 T-14不会大量生产 而是升级现有的主战坦克 美德媒体也曾多次评选全球十大坦克 99A赫然在列 而T-14却从不见踪影 可能在这些国家心中 这款坦克的未来之路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很多人将其列为第四代坦克的标杆 这个见仁见智 但个人觉得它可能还不算 在我心中的下一代坦克 势必将具备我正在从事的自动驾驶功能 最后来到亚洲 日本有个10式 主要就是防护性能不行 50吨的坦克不到3吨的复合装甲 炮塔通影正面 仅仅一半不在装甲模块保护之下 剩下的部分讨论厚度就没什么意义了 更何况那些部分的厚度也厚不到哪里去 而且侧面什么防护都没有 简单来说 就是现代日本陆军坦克 很好地继承了旧日本帝国陆军的奇葩船头 薄皮大馅 韩国K2整体性能还不错 但炮是好炮 装甲是好装甲 动力是好动力 电子设备也够先进 但外国许可证占全车的90% 除了悬挂变速箱之类的 是自主生产 其他都是船的 只能说比全靠买要强 但对后勤仍是灾难 K2对付朝鲜处处有余 但想在亚洲争第一 先把国产化实现吧 K2曾宣布 一炮可以击穿500米外的 7辆中国99式 这话韩国人自己信吗 不知道 反正印度可能是信了 因为也只有印度的阿琼可以与之相比 阿琼坦克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 最初设计指标全重50吨 装用120毫米线堂炮 大功率发动机 复合装甲和高效传动系统 对标当时的德国鲍2 并且要全部国产 最后经过37年模仪舰 印度的坦克研发部门 完美的推翻了自己的每一项目标设定 坦克膨胀到68吨 120毫米线堂炮用的是英国的 发动机用的德国货 复合装甲号称是自己研发 至于具体防弹能力 印度方面一直讳莫如深 甚至连国防部长和参谋长都不知道 据说可以与美国M1坦克的 平油装甲媲美 反正很厉害就是了 亚洲还有一个以色列的 梅卡瓦主战坦克 最新型号发展到MK4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说了 在强敌环伺的中东 以色列人对坦克的熟练运用 所取得的成就举事皆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有一家主营自动驾驶 解决方案的公司叫Mobile-i 在业内颇为有名 曾经为特斯拉提供过自动驾驶功能 不知道以色列在下一代坦克的研制方面 是否会抢得先机 好 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中国最新型的坦克99A 以及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坦克 中国坦克任着自己特色的节奏 逐步追赶 直到今天 终于躋身世界坦克强国之列 那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